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要出演《国色芳华》。 看到网传的搭档男演员,又会是一部暴剧。 前不久,杨子主演的《陈欢记》正式杀青, 所以网友们非常好奇,杨子接下来会拍摄哪部作品, 从网上传出的消息上看,杨子将接《国色芳华》看到网传搭档的男演员后, 网友们纷纷表示,这又将是一部暴剧,各位读者,你们期待吗? 今年暑期,杨子主演的电视剧《长相思》第一季开播, 这部剧成为当之无愧的暴剧,看到如此亮眼的成绩, 我们可以说杨子主演的剧,质量都有一定的保证, 同时资本芳更加坚信杨子的抗拒能力。 当《陈欢记》杀青,网上就传出杨子要出演《国色芳华》, 是根据热门小说改编而成, 讲述的是商谷之女和维芳决定从只有利益交换的婚姻中和离, 然后凭借培育西式度单的高超本领, 在长安经营自己的店铺花响容, 在经营店铺的过程中,她还特意收留很多命运坎坷的女子, 并将自己培育度单的技术交给她们, 同时她还帮助蒋长阳解决一次叛乱, 两人命运开始连在一起,通过不断的相处, 她们慢慢地走进彼此的心中。 从这部剧的剧情简介上,我们就可以确定, 这部剧绝对是一部大女主剧,并且是独立女性逆袭剧, 因为女主的人设非常有看点, 这部剧中的杜丹花,不仅寓意国色风华, 更赞扬女主角不屈不挠的创业精神, 这部剧的出品方式滑策, 她们曾退出《楚桥传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高质量作品, 所以这部剧的质量会有一定的保证。 从网上传出的消息上, 看《国色风华》片方已与杨子谈得差不多了, 《国色风华》是大制作电视剧, 整体的投资会非常大, 所以她们想找能扛剧有演技且有流量的明星, 而杨子是非常适合的, 最关键的是,虽然这部剧是一部古装剧, 但同时也是一部正剧。 《国色风华》确实是一个不错的电视剧, 如果女主角真的由杨子饰演, 男主会是谁呢? 毕竟和杨子搭档的演员热度都会快速上升, 就像张婉逸、邓卫、谭剑刺等人, 都凭借长相思的热度成为当红的流量小声。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这部剧的男主很有可能是赵又婷, 提到赵又婷, 相信大家并不陌生, 由赵又婷和毛晓彤主演的电视剧《问心》正在热播中, 这部剧凭借高质量的剧情和演员出色的演技成功吸引观众们的注意。 在追剧的过程中, 很多网友都表示问心, 不仅在场景上做到一笔一地复刻, 就连在造型上也做到塑造原型人物, 他们不讲究绝对的对或错, 每个角色都是多面低, 他们都做到不忘初心。 看到网上传出的消息, 很多网友都表示, 如果杨子真的能搭档赵又婷, 相信这部剧一定会成为暴剧, 首先男女主的演技都在线, 然后这部剧又是一部大制作, 最后其他角色竞争也相当激烈, 属于能者上岗, 这样一来, 这部剧就有一定的保障。 从《湘密沉沉浸如双道》 余生请多指教再到《长相思》, 杨子始终都在用自己的演技证明自己, 用自己的作品说话, 杨子究竟会不会结果色芳华, 我们还需等待官方做出回应, 我们可以相信的就是, 杨子主演的电视剧, 一定会是高质量的。 《长相思》第二季将于明年第一季度播出, 目前, 杨子还有《要久久爱》和《成欢记》没有上映。 杨子即将出演一部备受期待的新剧《成欢记》。 近年来, 杨子以其出色的演技和迷人的外貌在影视界广受瞩目。 他所饰演的角色层次丰富, 深的观众喜爱, 备受业内人士的认可。 如今, 此外, 这部剧的演员阵容堪称豪华, 许玲月, 张耀等实力派演员的加盟也使得剧集的质量得到了保证。 他们将共同呈现出生活的丰富多彩, 使得《成欢记》成为一次别开生面的成长与治愈之旅。 整部剧以温暖治愈的色调位基调, 通过一众实力派演员的精湛演技, 展现了生活的点点滴滴。 相信《成欢记》在播出后会给观众带来一场别样的触动和感动。 何来看, 这部剧的制作团队以及演员阵容都给人留下了极高的期待。 精彩的剧情, 优秀的演员阵容, 将会成为这部剧的亮点所在。 期待《成欢记》能够带给观众们一次难忘的观剧体验。 你们期待吗?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不过, 除了《成欢记》这部备受期待的新剧, 我们也不能忘记杨子之前在影视界取得的辉煌成就。 回顾他的演艺生涯, 可以看到他在每一个角色中都有着出色的表现。 例如, 在《陈情令》中, 杨子扮演的江城展现了极高的演技, 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与肖战的默契演绎也让这部剧成为了一部受人瞩目的作品。 在《九州飘渺录》中, 杨子饰演的《蓝无忧》个性独特, 与剧中其他角色的互动也让人印象深刻。 他在塑造角色的细节处理上表现出色, 成功地将《蓝无忧》这个角色 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而在《香蜜沉沉浸如霜》中, 杨子挑战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 分别是甜美的白浅和霸气的凤九。 他在两个角色之间切换自如, 让人不禁为之惊叹。 当然,除了出色的表演, 杨子在日常生活中也以阳光开朗的形象受到粉丝们的喜爱。 他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用实际行动传递着正能量。 总的来说, 杨子作为一名实力派演员, 不断挑战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 每一次的表现都让人惊艳。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他会继续带给观众们更多精彩的表演, 也期待着他在影视事业上的更多突破。 回到《成欢记》, 相信这部剧将会成为杨子演艺生涯中的又一亮点。 期待着在剧中看到杨子和徐凯的精彩演出, 也希望剧集能够给观众们带来一次温暖而治愈的观影体验。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